淡水区庄子内沟溪过去溪流上游 因为轻轨捷运工程开挖影响到生态 现在工程完工了 因此包括了邓公里还有学府里 以及新北市生态保育协会就共同合作 是准备了五大桶的福寿鱼苗 放在内沟溪当中 一块去看看 为了要将庄子内沟溪中的生态给找回来 这个星期由淡水区邓公里与学府里 还有新北市生态保育协会共同合作 来到邓公里的土地公庙前方 准备了五大桶的福寿鱼苗 要来放生在庄子内沟溪的溪流当中 邓公里长邱美金说 过去溪流上游因为轻轨捷运工程开挖影响到生态 现在工程完工了 也期盼能够借由鱼苗的放生 将这里的渔群生态给找回来 可是因为在做轻轨的时候 它破坏了溪里面所有的生态 所以在这个轻轨已经落成了 那我们现在跟我们邓公里跟学府里 在我们共同的这一条河流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富裕 那我们做一个富裕 今天做渔苗的放流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溪水 我们的溪水是源源不绝 那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永绝 能够这样子延绵下去 那我们为了维护庄子内西的生态 那我们办了这次的富裕 疫苗的活动 那希望说未来的庄子内西呢 因为也是一样永远都是这么的清澈 然后生态这么的美 那有更多的生态继续在这里赋予成功 薛夫里办公室表示 其实庄子内沟西源头来自于 淡水双峻头自来水厂 也是全台湾第一座自来水的发源地 水质非常优良 虽然在渔群生态备受威胁 但是希望借由里长与社区志工的力量 将生态保持下去 为此淡水区长也出席 不只是认同这项活动 也期待未来可以看到庄子内西 丰富的渔群 看到我们邓公学府两位里长 他们非常用心 然后特别来跟建设公司来做交涉来争取 那我们建设公司这边也承诺 然后希望说让生态能够恢复 那今天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些 狐狩鱼能够在这边放流 希望能够恢复我们庄子内西的 往日的生态 甚至会更蓬勃 第一个我们放的话 是最好禁止外来种 禁止外来种 因为它外来种它的清潔性很强 它反而会对我们原有的生物 作为一个攻击性 区长说虽然捷运工程破坏了溪流生态 但是经过邓公宇 薛福两位里长向工程厂商争取 让溪流受到保护 也付出实际行动来富裕生态 而保育协会说 这一次放生活动 选择溪流原有的鱼类 浮售鱼不能放生外来种生物 另外里长也在溪流旁边 制作禁止钓鱼的标语 希望将庄子内溝漆的生态 大家一起来保护 记者许端一带去三方报道